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F35、T50 这也是俄罗斯比我国更早研发四代机 又拉印度投资 至今仍未服役的原因之一 其实我们所说的战斗机花费所包含的 不仅仅只是燃料费 它飞行一小时造成的机械磨损 以及其他后勤维护费用 才是真正的大头 歼20最大航程约6500千米 最大内油约10吨 按最大巡航速度1.8马克计算 1224千米 乘以1.8就是一小时 能够飞行2203千米 兼20满油可以飞行2.9小时 每小时耗油高达3.4吨 按10370元一吨保守计算 仅油费就高达35000元左右 加上油料的存储 运输 加油设备成本 油费应当在5万元左右 兼20战斗机飞行一小时 发动机还需要大量的维护和保养 这种成本也要高达5万元左右 加上隐身涂层等其他部件的维护 以及巨大的人力成本 兼20单位时间的飞行总体成本高变得很高 一个小时怎么也得花费40到50万元左右 而普通人吃喝的花费 按每天20元计算 70年也不过吃上50万元 有人认为战斗机飞行一小时的费用即10万元 对于国家来说就是毛毛雨了 但如果我们按照目前的战机飞行员的训练标准算 一个飞行员一年平均要飞200个小时 这样的开销就恐怖多了 而美国飞行员则还要多 在这一点上 中美大致差不多 两国大概都有一万名飞行员 如果这计算在内 除去飞行员的培训费用 只是飞行费用就高达每年800亿 相信看到这个数字 你就会明白战机到底有多花钱了 真的可以称得上烧钱 为什么这么烧钱的家伙我们还要研制呢 还要使用呢 省下来的钱的够多少人吃喝呢 能想这样问题的人 都是脑袋有问题 我们的歼20飞行一个小时 就得只是燃油费 就得70万 可是朋友们 我们的天空没有人来守卫 我们的土地没有人看守 你觉得我们还有多少吃饭的机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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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天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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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